宋徽宗正和年间 浙江同乡县有个书生叫做法本如 若冠时父母双亡 未有其事 他青年好学 家中虽平 却附中有诗书 是个通文末 知大义的男子 只是少了些机遇让他去施展报复 二十岁那年 法本如在城外的一个土财柱家 做了教书先生 财柱叫做水间 有一女儿小名叫关姑 年十四岁 是正七所出 后来正七亡故 水间那妾风氏月仪 生下一子六岁 他便请了法本如来教儿子读书认字 月仪长得美 是个爱好风月的女子 自从法本如来了水家 月仪亏见她是个美少年 便隔三差五的来探望 法本如端正读书 从不理会 月仪又尝到她窗前采花 法本如见了 忙站起了背着窗户读书 月仪见她如此 故意拆了丫鬟来送茶送水 与法本如搭话 法本如见状羞红了脸 更加不愿意交谈 自此 水家上下都笑法本如不像男子 倒像是个未经式的规格小姐 水财柱听说这事 有心要把女儿许给她 招她入赘做个女婿 求了没人来说何 法本如却推辞道 我虽读书 却未有成就 等小生有了功名 再来一亲不迟 此后 她的亲事便耽搁了下来 一日 她要进城探望亲戚向水 才主告假 等到了城中 耽搁了半日才出城 眼瞧着天色晚了 她便嘲笑道走 走了约莫二三里 见前方有一股妙 里头有一妇人喊救命 法本如起疑 推门进去一看 只见两个胖和尚拿住一个妇人 拨的赤条就要欺辱 法本如吃了一惊 还未开口 一个和尚拿了一根缠杖 跳起来就要打人 嘴里喊道 吃我一仗 法本如见不对头 转身就要逃走 却被门槛绊了一跤 一只红鞋跌在了外头 回头看去 胖和尚追了上来 法本如着急 光着一只脚就向外逃走 和尚在身后大步追赶 法本如只顾着逃命 也未看清脚底下的路 一个亮枪就掉进了枯井中 胖和尚赶过来一看 朝井底望下去 只见井底黑漆漆看不真切 他心中也没个算计 只当法本如跌死了 拖着缠杖慢悠悠地回了庙中 却见庙中的妇人 被同伙杀死在地 同伙也早已不见了踪影 胖和尚大惊 撒腿就逃到了别处 你道这妇人是谁 原来这妇人是城中一个开酒馆的妻子 酒馆店主叫做阿润 妻子叫做周氏 夫妻反目闹了一通 周氏气得回娘家 哪知道出城没多久 古庙的两个胖和尚就盯上了美貌的周氏 二人见他独身好欺负 不由分说的就扯进了庙里去 不料被罚本如撞见 带胖和尚出来追赶他 那个庙里的和尚 见妇人呼救声太大 唯恐被人撞见 一时恼怒就持刀杀人 也不等追人的胖和尚回来 自顾自地逃走 这边酒馆家的几个邻居建州市去了 都来劝阿润道 你家妻子此刻出城 他还没走多远 何况这时道太乱 你放心他一个妇人独自行走 阿润怒气未消 也不听劝 众人急了 拉扯着他一起出城去巡 走了二三里到了一座古庙前头 众人呼见地上有一双红鞋 捡起来一看便道 这是哪里来的 难道里头有人 大家遂推了门去看 这一看吓得魂不附体 只见地上一个妇人满身血污 赤条地死在那里 仔细一看 不是别人 正是阿润的妻子周氏 脖梗上还有乐痕 众人大惊 好一会说不出话来 阿润也看得目瞪口呆 众人又一论道 杀了周氏的人 必定是穿红鞋的 此人肯定没走远 我们分头去追 只要见了穿一只红鞋的人 拿住就是 说完后 众人一窝蜂地追出庙来 走了半里路 呼隐隐约约地听见有人喊救命 众人寻着声音望去 只听见声音 是从前方的一口湖井中传出来的 众人忙解了腰带和衣服捆成条放下了下去 法本如见有人来救 立即抓着爬了上来 等人上来一看 众人见是只穿一只红鞋的人 连忙把剪刀的鞋子拿来比对 净一模一样 众人都道 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 你杀了人 老天都看不过眼 让你跌在了这井里头 法本如大惊道 我杀了谁 众人道 你还抵赖 说吧 齐齐把法本如推到庙里 指着死去的周氏道 这不是你杀的 法本如瞧见死去的妇人 急忙把被和尚追赶跌入井中仪式说了 众人哪里肯信 当下换出地方上管事的人 把周氏失手交给他看着 另一边 捆了法本如去县衙告状 当地的支县十分重视这案子 派了衙役去抬了周氏的尸体 四日升堂 带了一干人等听审 也巧 这支县叫做无魂 平生最信佛 最爱干的就是摘僧补士 当日他略略听了人犯的诉说 心中十分不悦 开口便骂法本如道 你为何干这歹事 法本如磕头便解 支县道 你既撞见僧人 可知他是哪个寺庙里的和尚 法本如道 许是远方来的行教僧 我并不认的 支县又问众人 你等出城时 可见过两个僧人 众人都说没有 支县大怒 指着法本如就骂 我就知道 定是你这司在野外经过 瞧见了独身的美貌妇人 起了不良之心 恨其不从愤怒杀人 又怕被人抓获 心慌之下逃走时不慎跌入警中 如今怎敢谎言 乔宇推给出家人 法本如大喊冤枉 支县怒道 这贼骨头 不用刑是不会招的 遂令牙弈用刑 法本如吃不住痛 只得依着支县的猜测招了 支县见状 写成案卷 法本如定了死罪 下了大意 一面又让阿润领了妻子的尸体回家安葬 因当地没出过大案子 此人命案一出 惊动城内城外的人 水财柱得知这个消息 想到法先生是个君子 怎会做这歹事 其中必有冤枉 想罢 他去了狱中探望 法本如哭泣 说出事情经过和自己的冤情 水财柱没法子 只得再三宽慰他 因法本如家中贫穷 与亲戚极少来往 出事之后都怕牵连 也没人来看他 只有水财柱信他是好人 送饭送钱打电狱中上下 才使得法本如在狱中没有吃苦 光阴四见 法本如不知不觉在狱中待了三年 胡知县任满离去 新知县还未上任 朝廷就遇上了兵乱 当地的狱祖小官纷纷逃走 临走前把牢门全部打开 让犯人逃命 只有法本如不肯走 后来朝廷派了一个张昭的官员来评判 待一众贼人被擒祸后 张昭又来衙门清点 他见犯人都尽数逃走 唯有一个囚犯坐着不动 张昭十分奇怪 细细地问了缘由 法本如回道 我本是书生 不幸卷进了一场冤案里 被问了死罪 我时常请求老天 请他赐来一个清官 还我一个清白 我若这时候趁乱逃走 岂不是坐实了罪名 张昭听罢 十分感叹 回道 若是朝中官员 都似你一般奉公守法 临危不乱 天下早就太平了 随后 张昭问法本如犯罪的经过 法本如便将事情悉数告知 张昭又去看了他的案卷 看完后勃然大怒 斥责胡知县是个昏庸的官 只听他道 这当官的实在糊涂 若法本如杀了周氏 为何要留下红鞋做证据 若是没人追赶他 为何他会掉落了鞋子都来不及见 若非被追得心慌 也不会掉入枯井里 且这妇人的致命伤 是刀伤 凶器何在 此事明明有缘 只恨那两个和尚逃走无处寻 叹罢 张昭便私自替法本如脱罪 法本如感激 再三叩拜他 张昭阻止 扶起他道 我看你是个正直的 又有些口才 不如我考考你 说吧 张昭便考了他一些军机战略 法本如一一回答 应对如流 张昭大喜 笑道 我军中少个参谋 不如你跟了我去吧 说吧 他命法本如脱了囚服 换上军队的衣服 与他细细谈论军事 正义论间 外头的士兵来回话 说是被乱兵掳走的富人都被寻回 还请张昭想个法子安顿 张昭闻言 便让法本如把这些富人登记在侧 若是有丈夫有家的 放他们自行回家就是 法本如领命去了 带人数清点到一半 忽见一女子直愣愣看着法本如 还道 你可是法本如先生 法本如奇怪 遂问 你认得我 女子大哭 我是水财柱的妾是月矣啊 法本如也惊 又道 水财柱和家眷都去哪了 女子回到 贼兵杀来时 老爷领着我们和孩子 去你孤安躲避 不料半路走散 妾身被人掳走了 至今不知老爷和孩子们的下落啊 听闻先生做了官 还请先生帮忙找找 法本如听罢 便求了张昭去寻 张昭见他有义气 当下又是一番赞许 随后 盲派了士兵去你孤安寻人 这一边 水财柱丢了月矣正在着急 忽见法本如来人情 又知月矣安然无恙 心中十分欢喜 待见面后 二人续话一番 水财柱又提起女儿的婚事 法本如道 多谢水财柱厚爱 昔日您对小生的恩情 小生念念不忘 只是小生如今在张大人手下做事 这婚事还得禀过他才可 水财柱觉得有理 当下便领了妻儿回去 次日一凿 法本如得了张昭的允许 拿着他赏赐的二百两来提亲 水财柱大喜 一口便答应了这门亲事 后来法本如立了功 张昭秉明了皇上 皇上便此他做了监察御史 此时的法本如已经二十四岁 光姑已经十七岁 水财柱替他们大办婚宴 好不热闹 只和那两个胖和尚一直未落网 这也成了阿润和法本如心中最大的函事 好了 朋友们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就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将为您分享更多 您喜欢的内容